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7年台湾公民吴泽俊先生在2011年到澳洲打工 后来他非常喜欢那边的生活环境 也跟当地非常融入 所以他在2013年后又申请到当地的餐饮学校去救护 但是却在去年的12月 因为被澳洲的警方认为涉嫌了一个恐恶的案件 而被积压在警局离开守守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后来他经由律师的协助付完保释金之后 已经交保离开了警局 但是随后又因为澳洲的最近民族认为他因为涉案 所以有可能会危害澳洲的社会 所以把他的学生签证取消 结果他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律师也有帮他申请所谓的过桥签证 就是一个过度的签证 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合法的等待这个審判 可是呢这个签证也被取消了 然后上诉也被复毁了 那到目前为止呢 当时在还没有被检察官 正式起诉的情况底下 却已经从去年的12月 一直被关在外国人收容所 一直到现在 现在已经4月了 那我们不曉得会被关多久 因为澳洲的外国人收容制度呢 根据他们自己在移民局的网站上面的说明呢 他们是没有任何天数的上限的 那就我们所知呢 目前呢 大部分的外国人收容所 外国人收容所要关的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签证过期 预期停留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要等待钱满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任何一个替代 没有让他可以 你担心他逃跑 或者说你 认为他没有一个替代的地方可以去的话 那才会把人关在那里 那 但是 在今年的3月9号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吴先生 他本来是关在一个离机场 比较近的外国人收容所 后来呢 在今年3月9号的时候 他又被提到 就是那个 圣诞岛 Christmas Island的 外国人收容所 那这个收容所 其实 他的收容情况 非常的糟糕 那其实已经多次的被联合国 不管是反固型的委员会 或者是这个人权事务委员会 都批评过 然后要求他们要把这个收容所关起来 那 澳洲政府自己也考虑要把这个收容所关起来 那澳洲自己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也针对他们自己的外国的收容 没有贴数上限 没有司法救济 然后这个收容环境恶劣的情况 也都提出很多很多的批评 2017年是那个11月13号 还有跟他们联合 在那个2017年12月23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流行前段了 那种期间过很朝起 我找不到我的儿子 我叫我大女儿 我说大爱是趕快去找 看不见不见不见找到我的儿子 可是都没有找到 在他们的社团网站 我都是有行少 那那个澳洲的朋友 我交给律师 才可知道说他已经被人家 被那个当地警察带走 我马上就跟外交部署 部理事长办事处联系 那在联系 第一次联系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原来部理事长办事处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是我跟他讲说 有些事情发生了 那他才去陪找我弟 那很多次跟办事处沟通 那跟他们 我从那边得到的回应 就是他办事处 只是去关心我弟弟在那边 有没有吃饱穿暖 有没有什么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而已 但是针对他目前 他在收容这件事情 办事处的回应都是 以不干涉司法案件为由 就不帮 就不帮忙家属 向澳洲移民去抗议或协少 那甚至也也不会说针对说 他从不已失本 你要是在找这件事情 有做任何正面积极的一些协助 近年来的澳洲政府 和人民政策开始紧缩 那依据他们委员部的部长 近期的公开表述 澳洲目前对于犯罪行为 和被产局已经容忍待遇 所以说他们对于家庭暴力 或者任何其他刑事暴力行为 他们是从14年开始相继公布了相关的规定 包含了一个移民法的501条 它的规定是只要犯罪人 确认判疾超过一年 不管你持有任何的检验都可以取消 那后来他又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 Direction 63 那他说只要你是涉嫌 涉嫌暴力行为 我不需要等你法院判决 甚至不需要检察官急速 我就可以取消你的检验 然后把涉嫌嫌疑人收容在 医民局收容中心 那这等同于是变相的积压 那严格的政策造成在2016年的时候 澳洲将近取消了6万人的检验 那今天呢 吴先生所涉及的这个行政命令 Direction 63呢 他是在法院还没有正式探决确定 甚至还没有检察官急速的时候 移民局就已经有权利 去取消他的签证 去认定他做错事 而将这个做错事的人关起来 那这部分也是我认为 Direction 63是可能有违线争议的部分 那本案的吴先生 他因为涉嫌一直恐惑案件 在高院已经准于保释 在1月份的时候他已经被保释了 然后他并没有被判决有罪的情况下 他因为签证取消 而电相被无限期的积压起来 那这部分呢 我相信按照人群圈言中 任何人在刑事起诉的情况下 应该受到公正公平的审判是有违背的 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 这等同于是软性的刑求 来折磨他为自己殿户的意志 当然我们尊重澳洲之法的独立 我们针对当事人的刑案部分 我们不会给予任何的评论 但是针对澳洲政府 这样的一个移民收容制度的恶劣情况 我们要求他应该要改善 而且我们也希望外交部应该要提供相关的协助 那我们最后就是有几个诉求 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 其实国际上面的 包括联合国的单位 还有国际组织都指出 澳洲政府自己也知道 外国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关押远犯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要把非法营 要做承犯的一个暂时的收容犯 在台湾也要在世界各国都一样 所以如果澳洲政府没有要把这个人承犯的话 其实应该要禁述的把我们先从外国政府所释放 并且应该要禁述的开庭 第二个点是我们认为 澳洲政府的无天署上线的外国收容 已经违反执行原则 它应该要制定中无天署上线 并提供司法救济 第三点我们认为 圣诞岛的外国收容所 环境恶劣 澳洲政府应该停止 将任何人关押在实际寻求替代方案 第四点 我们认为澳洲政府 逮捕我国的人士的时候 应该要第一时间通到我国的诸位单位 并且要通知当事人家属 第五点 我们认为 台湾政府应该要求 澳洲政府在逮捕我国公民的时候 应该要第一时间通报我国的 当地的代表处 并通知当事人家属 第六点 我们呼吁外交部 可以陪同当事人的家属 一起前往圣诞岛去探视当事人 确认她目前的实际情况 以及收容环境 是不是有符合国际的人权标准 最后 我们也认为说 外交部应该要积极的协助 当事人 并且毁捕作的国人 在国外的人生自由 及基本权利 要求收容的贴数上限 寻求替代收容器 技术前半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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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